您口口声声说为了自己儿子好 您有考虑过她的真实感受吗 之前杨华不想结婚 您一直逼着她去相亲 她现在想结婚了 您百般阻挠 单身怎么了 结婚怎么了 离婚又怎么了 作为一个母亲 应该给予她最大程度上的理解 还有包容 避免遭受社会偏见带来的伤害 而不是站在她的反面 用这种偏见去伤害她 你 你不是走了吗 你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那边 我想睡觉啊 你想睡 不是 我 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见识没得不可防我 我倒感叹造物主的神奇 晚安 我的女郎 亲律师 作为一个女律师 你是怎么看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压力问题 我太太这个人有点特别 工作对于她来说反倒是一种享受 因为只有没有能力的人才会觉得工作辛苦 相反对于太太来说 根本不觉得累 我这个人有点特别啊 就是 所谓的会者不难 男者不会吧 而且我觉得她最有魅力的时刻 就是她在工作的时候 毕竟 智慧让人心 智慧让人会变得更新的 喂 你好哪位 我是杨华 杨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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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的演讲挺精彩的嘛 嗯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家庭美满生活幸福 你还要隐藏隐婚的栓栓去相亲呢 李戴 你跟杨华认识啊 不能说认识 但是也不能说不认识 相亲 跟你相亲 这 这怎么可能 不是 好 不是 说 说